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晶搖搖的 抽6萬大獎 客運路邊靠站 要讓乘客上下車 但因為停車空間 被其他小轎車占據 只好協停 沒想到引起後方 另一台古光客運司機不滿 直接開車擋在前面 一下車就是破口大罵 司機越罵越兇 等到乘客都下車之後 還乾脆把車往前開 再下車繼續罵 讓後方被擋了司機和乘客 整個傻眼 不滿國光駕駛 無理舉動乘客要求報警 翻到是司機還安撫乘客說 少安勿躁 讓對方罵完他就會離開 但最後他開車離去的時候 居然還撞到隔滿安客運 把後座鏡擋風玻璃都撞碎 司機也只好報警處理 不凝聚就拆到我們車的前面 司機下來被我們的司機咆哮 到拋走來製作比錄以後 都同意說 由保險來處理理賠 面對自家公司駕駛的行為 國光客運不願回應 只是表示會由保險來處理賠 只是再看看這副藍車 罵人的凶狠模樣 實在讓人很難接受 記者林中正桃園報導 大陸